各位音乐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薛仙 真正的理由和动力是因为喜欢自己真的是很喜欢 其实我现在什么都干 但是干到最终的目的 就是说能把音乐做得好 才是真的 其实就是来源于生活 这两天我就没有更新 你看这两天没有更新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做音乐 晚上没空 所以就没更新 但是我只要空下来 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 就会去写点段子 就写点好笑的 而且我现在已经到了那种走口入魔的地步 就是什么程度 就是一旦觉得自己写的不好 已经很多长篇大论了 就把它删掉 或者是我发出去以后 只要有人在下面说 这个一点都不好笑 删掉 会刻意去看一些小品相声之类的吗 就是来给你灵感 不会 小品相声不会很刻意 因为我生活中就是挺无聊的一个人 你现在每天写段子 有没有为他发愁的境界 有啊 其实还有很多 我现在后面还排了很多个段子 都是类似于广告的 但是我现在就有点 写的时候有点累了 所以我就想一想 动动脑筋怎么写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再写下去 我要涂发了 我要涂发了 当时接着不去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给我的钱多 原因是他给我的钱多 对 然后呢 不止钱多 然后呢 去的地方又多 然后呢 去什么阿根廷啊 对吧 去的南极 然后去的西藏 不是 去那个新疆 我都没去过大海盗 其实拍的是确实挺辛苦的 但是我觉得特别的好玩 但是呢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弊端 我这个人 我不管这个人 拍什么戏 我拍任何的戏 只要拍完 他就不放 就是永远不放 就滑了 在腰上各种 南极好棒啊 我给讲南极超棒的 到哪里去哦 都是一个场 特别棒 就看上去 你去到南极 所有的大一边 看上去都跟 都跟一个地方一样 然后呢 特别有意思 你上岸以后 你看到这些企鹅 你看到哇 真的是很可爱 那企鹅的粘便 真臭到 我告诉你 我的天 六十个成年人 在一起拉鞋 也没那么臭 臭死了 我跟你讲 就是你感觉 看上去一片雪白的 你只要接近企鹅 天哪 你就觉得臭翻了 还有企鹅也很可爱 企鹅真的很可爱 我第一次近距离 接触企鹅 企鹅这个动物 只要在那边 有任何一个天地 它只有一条路 就是死 因为 因为它跑不过 任何的动物 就是它只要被抓住 就死了 那有没有印象 比较深刻的 觉得你们拍 因为那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导致你拍摄争断了 我在拍摄的时候 遇到大暴风雪了 而且那场是我的重场戏 我要哭的 然后我哭的不行了 而且那里根本就没有 休息时任何 就是山顶雪山洞 这样 然后我实在是冷的不行 而且我当时还比较 作则就是 我穿的比较少 很多人都是觉得 到那边南极都穿的是 女绒服 我还穿一件 服就去了 然后凉到整个人不行 凉到我后来就 整个人就是 就不行了 对对 盼骨都鼓裂了 我的天哪 好冷 那据说这次拍摄 你爸爸也有一条 我爸爸也去了 对 我爸爸也冷到不行 因为他刚刚退休 想找我去 去体验一下我的生活 从那次以后 他跟我工作完以后 他就再也没跟过 因为太累了 我们遇到那个 非常大的风浪 在海上 就是德雷克海峡世界上 最大的浪头 我爸三天没有起过床 很可怕 真的 吓死了 我一直推他都不行 开玩笑吓死了 后来醒 不 不行 我跟他说我的原封 你就到这里吧 受不了了 到哪里都是他 我现在到哪里都遇到他 飞机上就遇到他 哪里都遇到他 厕所遇到他 哪里遇到他 大家非常喜欢 你的大老师从框 走楼刷出火花 现在能模仿一下他吗 就是你和大老师 已经算是很爽 好难模仿 我要模仿他 我必须吃染发 他就是挑染嘛 哎呀生活中带给大家好玩 热闹一点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玩 因为一开始自己 也不觉得自己能搞笑 是硬着头皮来搞笑 搞着搞得自己也挺开心 虽然能带来快乐 为什么和乐而不为呢 对吧 就做吧 哎呦我还真的忘了那条段子了 但是我说了好多年了 我的心愿是世界和平 哎呦忘了忘了 因为那无聊当时就觉得很 就像很远大的样子感觉 各位音乐台的观众朋友 很高兴在这里又见到大家了 跟大家聊聊天 特别开心 最近呢 薛之仙的歌呢 也是在大街小畅 有终于让人传唱了 希望大家呢 继续支持薛之仙的音乐 因为呢 后面的歌也很好听 只要你听到一首 我觉得我不好听的根本 就不要再听我的歌了 做音乐 最重要的就是真诚了 希望大家呢 听点开心 多听我的音乐 各位拜拜 拜拜